川普政府上臺以來 以貿易戰為開端 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 全方位的對中共展開反擊 《十大禁聞之二》來關注2019年 在美國的影響下 世界各國越來越認清中共威脅 紛紛加入遏止中共擴張的行列 美中貿易談判兩年多 現在終於有了進展 12月13號 美中雙方宣布 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對照雙方的聲明 包括執行機制、農產品採購 關稅稅率降低幅度以及第二階段談判的時程等 在表述上都有具體的差異 相較美方聲明提出的明確數據 中方的用詞相對含糊 第一階段的協議結果 包括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 農業、擴充貿易、金融開放、爭端解決及匯率機制 都是美國要求中共改善的項目 在這幾方面的協議結果符合美國的期待 中方則獲得部分取消關稅 但在產業補貼方面並沒有做出妥協 12月15號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對媒體表示 雙方此次達成的第一階段協議 無法解決美中之間存在的所有問題 而要想讓中國現行的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 與美國私企驅動的經濟體制相互容納 還需要至少數年的時間 下一步 美中雙方將各自儘快完成法律審核 翻譯校對等程序 再協商安排簽約 至中美貿易戰以來 中國經濟受到嚴重的影響 中國企業的債券違約越來越多 今年以來 中國境內已有159支債券違約 金額超過1200億元人民幣 包括北大方正20億的債券違約 市場預期 明年中國將有更多的企業發生債務違約 美國總統川普希望在明年11月總統大選前 完成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 換句話說 如果未來中共無法履行第一階段的協議承諾 將直接影響到後續的談判進度 中共宣稱的所謂中國崛起正悄悄地破壞全球秩序 美中貿易戰不僅斬斷了中共千人計畫的偷竊野心 也喚醒了全球對中共的警覺心 中共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被迫停止 美國政府多次示警 華為設備存在後門風險 容易被中共用來從事監視和間諜活動 5月15號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命令 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生產的電信設備 將中國華為公司以及其他70家關聯企業 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清單 封殺中國華為迅速在全球引發連鎖反應 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率先跟進 12月3號的歐洲聯盟會議結論 對5G安全立場趨強硬 強調對5G技術的信任應建立在人權、法治、隱私保護等核心價值之上 也就是對國家安全重要的零組件 只應來自可信賴的對象 同一時間 北約組織在倫敦召開成立70週年峰會 29個成員國領導人簽署聯合聲明 首次將中共列為重點防範對象 美國今年相繼發表兩份報告 批評中共輸出壓迫性治理模式 並脅迫他國從內部破壞國際體系 專家認為 除美國之外 目前歐盟、印度、日本及部分東盟國家 已在加強合作 共同抵制中共的威脅 2019年8月13號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 在貿易緊張局勢中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急劇轉為負面 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認為 當前的雙方經濟關係存在摩擦 中共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和知識產權盜竊問題 迅速演變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衝突 現在更多的人將中共視為威脅